再来看一下挂在这里的花 有没有缺水 昨天这盆倒挂 因为早上没有给它嚼水 到下午的话 这个太阳晒过来 给你叶子都粘下来了 所以一定要及时来看一下 这种笼衣被你遗忘的话 会不会缺水 那个金鱼掉了 已经很久没给它嚼水了 可能缺水过来 这个花盆很轻很轻了 现在就来给它浇水 平时的话 我都是要等它的盆土 已经很干很干了 再给它浇 因为这个金鱼掉栏 它的叶片非常的肥厚 所以它是很耐旱很耐旱的一种花 然后就是它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你就是不适当控水的话 它就很容易土长 土长的话就不好看 所以就是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控水的原因 不过如果你觉得一盆不够的话 那你就可以让它土长 然后再给它拔顶 因为这个金鱼掉栏 它实在是太好掀插了 随便掀下来一段镜 往这个土里面一擦 它就很容易长根了 所以这个金鱼掉栏的浇水 相对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你平凡浇 只要涂好的花 平凡浇它也没有啥事 然后你要是长时间忘了没给它浇的话 它也没事 因为它实在是耐旱了 所以这花我还是很喜欢的 只要是这种不需要太细心去呵护 就能长得很好的花 我都很喜欢 好了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继续 谢谢大家 好